本期节目我们来玩一下超像art出品的 标马野狼里教你的slow dancer 慢舞者 这次的外包额外有一个瓦楞纸的运输箱 而合体的一侧印有出处超像art收藏 SBR和角色名的slow dancer 而另一侧则是标马野狼的经典logo了 打开以后内部很朴素 是一个黑色的合体 还有烫金的文字 其余的各个面印有着一样的文字内容 说不上来是低调简约还是M社偷懒 第一观感还是很好的 打开内部盒装 泡沫的包装里有一股平时 就是平时买雕像或者GK成品 才有的那种工厂的味道 味道有点冲 组件只有马底座和白巧尼的江绳手型 这里白巧尼的手型我们暂且不看 直接就是一个朴素的黑色地台 安装上只有一个装位的巧尼马 我们就得到了Johnny的Slow Dance 这匹马本体的高度大约是17厘米左右 长度则是大概23厘米 和Second配色的青蓝色Johnny搭配在一起 可以说是非常的完美 整体观感上这是一匹静态站立的马 就不免让我觉得这个动态造型确实太寡淡了 不过这个稳当的造型 如果去牵强的理解 也是对应了剧中Gylo的评价 这是一匹老马 老马师徒 经验也更丰富 也比较稳重 而涂装上极度艳丽的 JoJo特有的配色 非常的和谐 甚至觉得有点好看 棕毛和尾巴用了银色来点缀 但是渐变效果做的并不是很好 而马蹄用了高光油亮的材质 跟那个指甲油一样 总之整体的涂装配色是非常出彩的 但是整体的效果或者质量就是勉强及格 不出错也不出彩罢了 继续看到Slow Dancer身上凌乱的斑点 这些斑点非常的自然 似乎就是现实中马儿就会有的样子 会注意到Johnny身上有着更加规律排布的各种星星 这个设计点似乎就被人和马相互呼应在了一起 这还挺有意思的 经过了一番考据 果然Slow Dancer这匹马的品种 正是美国的阿帕卢萨马 这种马儿是北美洲的原住民繁育出的马种 毛多所以漂亮 坚韧所以更适合长途旅行 其最大的特点就是身上斑斓的毛色了 完全没有定势 可以看出荒木老师的设定非常符合背景 而且造型上确实又和主角恰到好处的搭调 并且通过这个花色 我们也能辨别出在SBR赛后 第八部的追忆里 Johnny在美国也是和Slow Dancer 有过一段短暂的幸福时光的 同时再注意到马的侧面 939的编号 恰好又和Jello的马 瓦尔基里女武神的636编号相互呼应了起来 也间接表明了Jello和Johnny之间的相辅相成的关系 除了马儿的花色品种和编号这些表面的东西 Slow Dancer这个名字的出处正是来源于一首同名的歌曲 歌里的部分台词 慢舞之人 把握着答案 只有你能让我处于自由 也是同样和主角一路下来的冒险经历互相搭调 真的是 说到搭调呢 这款乔尼马的配色 也是和Second配色的Johnny 几乎是一致的 就是一套的配色 放在一起非常的协调 很好看 并且青蓝色乔尼的材质呢 是一个金属色的材质 会让观众的目光啊 不自觉的更聚焦于主角本人之上 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处理 但刚开盒的时候啊 乔尼马盒装里只给了一对白色乔尼的手型啊 会注意到星星的颜色是有区别的 那我们的Second配色的青蓝色乔尼该怎么办呢 原来官方啊 出了专门为此同色系搭配的人马套装版 乔尼和Slow Dancer 当时我预定的时候啊 没有仔细看 就指定了马 错过了特点 所以之后这个套装的特点呢 我也是单收来才凑齐的 而特点里的配件呢 除了手型 似乎也只是first配色白乔尼的标配而已 就并没有什么惊喜啊 自排的文字呢 正好对应了Johnny第一次触发提升能力 由圣者遗体触发的Task Act 1 牙医也是Jomimi对Johnny的提示 拉丁文的Mobilu Cruz 就是对乔尼说啊 移动你的脚 这里呢 我们给牙医装上小支架 自排 接着呢 再安置于Johnny的背后的支架孔上 再把Johnny呢 放在Slow Dancer身上 这里要注意的是 翻折起来的马灯啊 按照剧情呢 Johnny是把它提上来 用来固定残废的下半身啊 并且在最终决战前呢 Johnny也是有把马灯给放下来 用以固定逐渐可以动弹的双腿 但是这款Slow Dancer的可动部分 可以发现只有软胶部分的缰绳啊 马灯呢 其实只是个摆设 但是为了尝试可能性啊 我还是把Johnny的小腿 给整个拆卸了下来啊 无论是膝盖的部分 还是脚踝的部分 其实都没法插到这个 固定腿用的这个腿套里 也就是说 这款超像art的Slow Dancer 虽然设计出了 剧情中该有的样子 但其实根本没法和 超像可动的Johnny 搭配出该有的收腿 抑或是放嘴下来的 剧情中的骑程的动作 就这里玩法的缺失呢 让我觉得这款超像art的Slow Dancer 非常的坑啊 就不多吐槽了 接着呢 我再把牙医 Johnny的头 转向和Johnny一致的方向 我们就得到了 在马上发射爪弹的Johnny啊 整体效果 如果不注意腿部的细节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将人马 Johnny加一起的组合呢 也是搭配出了非常协调的 同色系的人马一套 并且呢 安装上手握缰绳的手型 终于等来这个手型了 我们也可以做出Johnny巨型啊 前大半部分 跪姿骑程的动作 只是马是静态的 所以一些动态感的造型呢 就做不出来了 会显得比较僵硬 同时呢 我们也能放下Johnny的腿啊 还原出逐渐可以控制 双腿的Johnny骑马的一个动态 但是这两种形态呢 因为它不可动的这个马灯 所以都没有办法完全还原 实际的腿部固定的方式 就是两边都没有做到 就好像这匹马是单独设计的一样 完全没有为和超向可动互动去考虑啊 而且Johnny这一套人马套装 未免也实在是太贵了 那就肯定会有玩的比较全面的玩家 好朋友们要问了 我们能否用相对便宜的 飞个马的马 来代替这款Slow Dancer呢 我们直接就来对比 同样是1比12的比例啊 飞个马的马相较于我们的Slow Dancer 是要小一点点的 差异性呢不是很大 我觉得单纯静态的动作来看啊 除了装备不一样以外 飞个马的马是完全可以替代 Medicos出品的雕像马的 然后得益于飞个马的马 它是一款可动的玩具 所以再配合可以自由撩动的马灯 这样一个动态的马和焦尼一结合 确实啊 贵姿骑成的马的姿势就显得自然多了 而且很还原 非常好看啊 当然放下焦尼的腿 也是可以实现一个正常骑着马灯 发射骑士回旋的动态了 相比之下 贵了5倍价格的傻傻的 站在那儿的那个Medicos的雕像马 就完全让人提不起兴趣了 OK 那我们就最后来总结一下 这次超像art的乔尼马 可以说是一次经典的 Medicos的偷懒之作了 处处都透露着或多或少的 没有诚意啊 但确实呢 它这个设计或者是配色呢 和second配色的Johnny 又如此的搭调 如果说想要还原造型 资金呢 又可以随意挥霍的话 这款slow dancer 还是可以勉强移入的 但如果说 想要有更多的玩法 就是想玩得舒心一点 钱包也不那么痛呢 同时呢 又具备高超的改造动手能力的话呢 Figma的马 是更好的选择 总之还是希望Medicos稍微有点诚意吧 出一点好一点的出品会更好 那就本期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